人参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,其中长白山的人参最为珍贵,武侠电视剧李某人受了重伤,喝一碗人参汤很快就好了,人参虽然没有包治百病那么神奇,但长期使用具有提升免疫力,强身健体的功效。 网上流传这样的说法,人参挖挖有灵气,挖的时候要用一根红绳绑住,否则就会跑掉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呢?难道人参成精了吗?当然不是这样,人参绑红绳的传说由来已久,和它的生长环境密不可分。 早在两千年前,一群人跑到深山老林挖人参,小人参躲地底下,碰到恶别的环境就会休眠,少则三五年多则七八年,可能有个幸运而偶然间发现一根人参,因为太小了想养肥点过段时间来挖,结果再回去看的时候小人参不见了,所以造成了人参会跑的假象,挖餐人想出一个妙招,给人参绑一根红绳, 就能确定那是对的餐,因为人参数量极其稀少,人们上山挖身的时候,会随身带红绳,除了方便快捷外,避免了人参在携带过程中被损坏,其次红绳代表着标记,被拴住的人参就有了主人,向全世界宣布,这个餐是昂的,如果再有人碰就会触怒山神,人参有灵气挖餐因此成为一件庄重的事, 是农上山踩身吃住在山上,一去上则十几天多得几个月,踩身时每人手拿一根锁拨棍鸭草寻餐,按规定不许多说一句话,否则会把人参吓跑, 一发现人参立即大声呼叫,棒锤,人参听见棒锤就会被定住不再逃跑,接着用红绳把人参绑牢,这样才算捉住了人参, 综上所述给人身绑红绳的故事除了趣味十足,更多在告诫人们要珍惜馈赠,取之有度才能用之不解。